《妖命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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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新型態的上司電影 它不像是傳統的上司電影 它有加入一些比較現代化的元素 它讓一些 摇頭派對 還是用一些威樂心用搖 把它合在跟上司的元素合在一起 而且呢,你想要看呢 它都會給你,可是呢 你看到後面會發現它給你更多 它有很多後色元素 會像是一種,像你們當初看鬼屋 看到最後面會有一種很驚訝的感覺 這部片也會有 這樣子在最後給你一些驚訝的感覺 所以呢,想要看傳統上司 又想要看一些 政治癒癒的驚喜 或是後色的驚喜的話 一定要來看《妖命失誤》 我覺得上司類型的電影其實很多 是 什麼《我的殭屍女兒》啊 《殭屍哪有什麼帥啊》啊 還有一些影集都是以殭屍作為題材 然後這部電影它的特色 它的寫進程度 我覺得算是沒有境界的 腸子啊 什麼內臟啊 全部都可以讓你一覽無遺這樣子 然後它主要的我覺得結局 那部分我覺得設定的 我覺得蠻棒的 就是讓我有個意外的一個驚喜這樣子 我覺得算是 上司電影裡面 算是比較有內容 更有題材的 就是有一些警示意味在 又本來有看過預告啦 是認為說它可能就是 幾乎都是那種還蠻血腥的 就是可能就是 互相殘殺的 而且結果還蠻出不意料的 我覺得 就是蠻出我想像中 還牽扯到蠻多層面的 就是不僅是毒品 點點那點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還 是我看過 因為以前看過還 有時候還蠻想看這些 看了是過毒 當眾覺得這部還蠻不錯的 值得推薦 就是覺得 真的蠻噁爛的 有爽到 就是還蠻血腥的 對 它不只是這樣十天 對 然後還有充滿 滿多的寒意在裡面 對 其實我覺得是蠻值得 我們去寫實的 它不是 不是以為我們原本想的那樣子而已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一部片 歡迎大家給一起來看 如果你還是這樣 你做一下 我説你 你做一下 我説會我做一下 我就做一下 WHAT DID YOU D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